近几年来,我们不难发现,量子二子正在频繁出现,在我们的各个新闻角落,国际上甚至把量子计算机,甚至为量子霸权,正是因为只要它发展到一定境界,其能力就会远远超过如今世界上最快的传统计算机。 所以在此名号,其中中国如今离量子霸权变得更加接近,这是全是因为中国近日在量子领域又有了一券新突破,至此近日,国际上已经开展了两次量子革命,其中量子计算则是革命中最为关键的存在,随之诞生的实现如今还在不断研究中的量子计算机, 其最为突出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远远超越传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据称,西方国家已经表示,通过量子计算能够在密码学,人工智能,材料科学,可反应模拟等领域提供强大的后援支持和强力手段,对以后的社会发展都能产生革命性影响。 正因为量子计算如此重要,世界科技强国都纷纷加入了这个领域,美国就曾为该领域专门定制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计划,欧盟也致去资10亿欧元专门用于量子基建计划,种种迹象足以显示大国对于这一领域的是在必得, 而中国除了在量子通信领先世界之外,量子计算也有所突破,基于光子集成芯片的专用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就是其中一例。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主供量子领域团队研制这款原型机,据称,它的出现意味中国首次在实验上成功实现激素这一现象的量子加速算法。 该团队金贤民专家表示,专用量子计算并不需要依赖通常会面对的半角石,也就是复杂的量子纠错,因此能够实现的程度更高。 据媒体表示,虽然常规的结构并不能满足专用光量子计算的要求,但是该团队通过非秒激光映射带三枚光量子集成芯片,成功提高原型机的最有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这台原型机的面试,不但代表中国量子计算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还会对中国未来科技领域产生一定影响。 据金贤民专家介绍,通过此次研制原型机诞生的大规模量子演化系统,不但能够让未来各种量子计算原型机成为可能, 还能够最大程度的推动量子计算的实际应用,同时还能衍生新星研究领域,而有了原型机的中国,必定将会是能够率先展开新星研究领域的国家。 中国的量子技术虽然起不晚,但是想前进的脚步,却不会落后于任何一个国家。 如今,我们不但要努力向前,争取拿下量子领域的制高点。 如今,西方国家一方面在进行该领域研究的时候,也试图阻挡中国的量子领域发展。 然而,阻挡又有何用?中国的金鱼光子纠缠的量子计算研究的,已经占据了全球的领先位置。 这是他们在怎么强阻挡的也阻挡不住的,甚至有美国人无耻表示,中国不应该独享这项量子技术,应同美国共享。 连日本专家也表示望同中国进行量子合作,余佳,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感谢观看